2019年之后 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和功能迅速没落 两年之后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指挥之下 打算另起牢造 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 为中小型企业提供多个集资渠道 今年1月 北交所有部分股票创下了一个记录 一个有史以来几乎平成交的记录 在过去几个月 北交所不少的股票 每日平均成交几万元 全日成交六千多元 当初有人说 要在上海深圳金融市场奔一杯羹 甚至是取代香港 一年半之后成绩是怎样呢 会不会做到中国计户心之后 第三个集资中心 甚至乎冲击到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但今天看的数字看来 就未必是这样 两位拍檔怎样看北京交易所 第一我认为还有没有发展的前景 它有没有存在的意义 还有有没有搞 或者是冲不冲击到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北京交易所其实之前我自己都做过那些功课 其实2021年9月它就将前新 所谓一个新三板的市场 将它转化成为北京交易所 其实所谓新三板过去就是一些 没有给一些盈利记录的一些所谓创新企业 不单单是科企 也是一些其他弱企 一些其他中小企 这些板块就给他们做一个上市集资的 现在过去一年多了 还没有搞一年半了 其实大家都对这个北京交易所的表现 大家都有目共睹了 就好像刚才Badjo说的 就是成交就少了 甚至上市公司的数目 甚至比那时候新三板还要少一点 那就有些人就打个比喻 就说北京交易所就等同就是 雄安新区和一带一路都是习近平之下 就是三大创举最失败的其中一个举措 就是三大之一 但是实际看回 其实北京交易所现在的表现 的确是强差人意 除了个别的股份 好像Badjo说是个别表现 但是整体来说 无论是那个集资额还是市值 它说市值现在都是2千多亿人民币 跟港交所甚至上交所比较 我说是三四十万亿市值比较 就是差天共地 也都不见得因为是在北京 所谓天子脚下的交易所 就是受到市场很大追捧 似乎是 就算在自己国内大家看到 因为其实有上海交易所 和深圳交易所 他们自己本身的竞争都相当激烈 那有些说法都说 除非是因为要避免习主席 所以才会把企业 放在北京交易所那里挂牌 如果不是其实首选的 可能去回上交所 甚至乎是在新方所下面的 创新版 其实那个集资和市盈率 可以拿到的表现 其实都会是再高一些 所以现在回头看 其实北交所的表现的确是 不会好像市场之前 说到这么厉害 说会取代上海 甚至说会取代香港 那个功能上 似乎是失败 是比较多一些 还有如果我们看回 这些交易所的历史 就是大陆 当时看到 香港有 上海也试试 深圳也试试 我想 现在你看回头 就算是上海对深圳 其实都很集中是上海 你说深圳那个 是不是完全没有功能 又不是 甚至乎你去到世界其他地方 你去到美国 自从你纽约 是成为了股票交易的中心 其实在美国已经是 有其他的交易的平台 要么你就不要用地方为本 你用地方为本的那种概念 其实去到最后 你又回到纽约 那为什么要回到纽约呢 原因是因为 原来股票交易所 你要开一个交易平台 一点都不难 其实门槛不是很高的 反而真的门槛高 是什么呢 是背后整个金融制度的配套 你纽约其实最重要 就是因为那里容易借到钱 就是整个融资的生态圈 股票交易所 我想大多数人 接触得到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散户 大家会觉得 可以买两手玩一下 其实那是一个倒桌 但是背后最重要 你对于那帮要摆东西 上来买的人 其实是你后边能够 能够发展到整个资金环境 那个金融体系 那你其实北京有没有这个条件 就大家心照了 因为你整个金融体系的而且确 如果是以中国的情况 就集中了在一个地方 就叫上海 而真正那个国际金融中心 其实本来一直以来都是在香港 那你说就算在香港开 那时候我们也有创业版 有jamboard 那jamboard都做不住 其实原来倒桌这件事很特别的 就是很多人真的有某种 那些叫路径依赖 你习惯了在主板做事 其实如果你主板的门槛 又不是特别高 就是香港那样 其实你所谓第二版 或者什么新三版 诸如处女 其实是那些人觉得 没有意义的 你没有告诉我 一百几十万可以拿去上市 那其实对很多人来说 这个金融已经不再是有意思了 就是真的吃大茶饭 当然是想去主板 连香港也是 香港曾经有一道 那些人占了一些学 想着jam仔都可以上市 原来jam仔的学不值钱 你一定要主板才值钱 都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你说在大陆 你都要想想 那些人 放东西上去上市 那些人的动机 和是否合乎成本效益 你以为 几百万 千多两千万都可以上市 就是叫做北京交易所 那问题就是 我都有些固定成本的 我都有些合规的要求 不是真的有些什么乡镇企业 那些小龙经济 那些人就想着可以 把东西拿去那里上市 大哥 我上到的 原来乘得回来 代赌落袋一百几十万 那我不如去炒一下房子 那我还要在这个资本市场上运作 是有代价的 所以我觉得根本 我都不是笑你没有配套成 而是你整个北京交易所的设计 开头想 就是说 可以给一些 就是再小规模一点的企业 可以尝试 问题就是再小一点的 规模的企业 又是否烦得着 去支付这种成本 就为了你那堆那么多钱 那就是 这个是一个设计的问题 今时今日的资本市场的世界 你真的没有十几亿 下楼的那些东西 你没有人理的 所以 你问我最初的设计 我都不说你是否在围场里面 你甚至乎放在全世界各地 你在纽约开一个这样的板 你在香港开 在伦敦开 可能都是搞不定 那当然 你还要收在围场里面搞 就更加不行 所谓北京交易所当时提出 就是2021年9月 那在那个时空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刚好 这一个就是 其实中美的经济 这个Decoupling 正在发生了 那第二件事就是 其实当时已经开始酝酿 就是第一 你那些中资科网企业就不要走出去 不要在外面上 你几件大的要上 其实他们就是网信办也好 其实很多时候是网信办出手 甚至乎你说最近好像富途这些要在外面上 结果就是由中正监出手 就是你看到他们的监管机构 就缠着这些想在海外上市集资的中资企业 那反过来 如果你把两件事摆在一起 相提并论 那又似乎当时他们设立多一个板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个考虑 就是想着 如果有朝一日在外面上不到市 我们至少都有个内循环 但问题就是 其实资本不是纯粹的钱 就是如果你想着纯粹就是靠 庞大的外贸的顺差 累积了的这些购买力 你又不让它走 结果就逼它买回 你自己场内的交易所上市的资产 你结果就会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你不断地输出货物 赚了一些外汇回来 就投入自己的企业里面 那你是否真的有增加到你的容量 生产力等等 这是一个很大的移民 就是中国 其实我也是说回 由2010年之后那段日子 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 就是很多这些民间的科网企业 某程度上这些民间的科网企业 它的发展的步伐 就跟美国的这些科网企业 是当时是挺有竞争力的 其实如果你说 腾讯我们不喜欢它 就是帮政权去做censorship 也好 但是在外边的世界看进去 在那一段日子都会说 哇 中国的科网企业 其实也有一些东西是做得挺好的 连我们都忌不如人的 甚至乎去到最近你说 Bite Dines 就是TikTok 这些东西 在外边的眼中 如果你撇除了政治考虑 你纯粹说那件产品的设计 其实在外边的世界都会觉得 做得挺好的 那就是在过去的十几年 就是这些科网企业 是中国其中一个经济增长的 一个引擎 但是他们就是自从1819年之后 你已经看到开始慢慢收紧 在这个所谓北京交易所出现的 那个时空 似乎他们都有一点以为 可以有一个内循环的金融制度 那这个我相信 都是北京交易所出现的其中一个原因 但是为什么它的定位会是中小企 把金额定得这么小 这些凡此种种 那就真是来人沉迷了一点 但是你看到的 它们都不是说不在意 这个中美经济的大分割之下 它是想着有整套基建 可以收藏在它自己的围墙后面 但是很可惜的世界不是这样的运作 但是我也想说回 其实香港那个金融中心地位 其实从来都不是说 就是担心上海或者北京交易所 这些外来的竞争 其实我们那个金融中心地位 其实从来要面对自己的挑战 特别是过去三年大家看到 特别是2020年国安法之后 就是外资的取态是怎么样 其实大家都会面对到 也都知道那个问题在哪里 最近我见全国乔联副主席 龙文端都突然在贊问 到底香港的金融中心定位是怎么样 内地是怎么看香港 他都很强调说 香港是要做一个联通国际的局势 但是到底在现在这样的政治环境 以及在那个法律架构 是有这么大的挑战之下 其实外资国际是怎么看香港 金融中心的定位呢 其实大家的答案都心中有熟 那我只是想说一样 就是当一个全球的新闻自由排名 是184位是等同路旺达的一个地区的时候 他怎样会是一个国际的金融中心 这方面我觉得是相当讽刺的 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多谢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 记得 如果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 记得要like和share这条片子 我们下一集再见